接下来请收看佛心花海 各位大德各位爱化的菩萨们大家好 阿弥陀佛 宋朝的大文豪苏东坡 非常地喜欢竹 他对于竹的赞叹有加 他认为竹呢 通生是宝 任何个地方都可以 非常地去善用它 所以他留下了 非常著名的不可居无竹 那宁可食无肉 不可居无竹 这样非常有意境的一段话 那自古以来呢 中国的文人对于竹 也是情有独钟的 我们翻开试说心语 就会发觉 整部的试说心语里面 未尽名世风流 几乎人人爱竹 所以呢竹子呢 它是非常具有文人思想的 一个植物 那我们今天呢 将以中华花艺 非常特殊的一个花器 我们称为筒花 也就是用竹筒来插花 所做的一个花艺的作品 那各位爱华菩萨可以看到呢 就是呢 竹子呢 我们可以把它 在竹节跟竹节之间 那各位爱卜萨可以看到呢 就是在竹节跟竹节之间 我们给它开一个光 那用开光的地方用来插花 别迹 非常的别具情运 那这样的一个竹花呢 其实它起源在中国的五代 那五代的艺术皇帝李后主 当时在春天百花盛开的时候 那他就在宫廷的任何一个角落 雕梁异洞 然后亭台 楼械的任何地方 然后插上很多的花 那其中特别喜欢 加上竹筒来插座 所以呢 我们说 统花起源于五代 这主要就来自 吕玉的这一段的记载 那竹筒呢 我们在定枝的时候 也就是插花的时候 我们要用纱 那各位爱卜萨可以看到呢 我手上有一些这样的就是树兰的枝干 那我们有时候把树兰剪下来之后呢 它的枝干就会留下来 那留下来之后 我们就把这样把它剪下来 就像英文的Y字 或者我们波波莫波的R 那就可以用这样子 把它固定在我们的竹筒里面 好 那比如说我把这个剪这样子 这样 我把它剪下来 好 那各位阿卜萨就可以发觉 它就变成一个这样的一个阿字形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直接卡在我们的竹筒的里面 那我今天因为 就是先把它给卡好了 因为怕在卡这个竹筒的时候 花很多的时间 因为它还是一个 蛮不容易做的一个 就是卡萨 那我们从这个部分就可以感受到 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非常的 跟植物之间有美好的一个互动 而且懂得珍惜之源 我们都知道西方的插画 它主要是以海绵为主 那海绵还是插多的会造成环保的问题 但是我们东方的艺术我们用剑衫 那剑衫呢 它可以重复的使用 那阿质萨呢 也是来自植物自然的制裁 所以我在里面放上了这个阿质萨 然后呢 放上阿质萨之后我就开始可以插花了 那借由这个竹筒呢 我继续插做这个椒叶 芭蕉 那我们知道呢 就是其实呢 我们在插花的时候 我们有所谓的梅兰竹菊或松竹梅 然后竹子就是用 当你用竹器来插花的时候 它已经是聚配一种 四君子花中的一种了 然后呢 我运用这个胶加上竹 胶竹两个之间呢 来做这样的一个构图的一个形态 好那各位阿质萨可以看到呢 我现在用这个胶叶 这个胶叶加上这个竹 好那我把它剪下来一支 那我的好多的学生都跟我分享说 老师在夏天的时候呢 我自己很喜欢就是买一支的这个芭蕉 然后呢 插在竹筒里面 然后这个胶呢 它几乎整个月都可以 就可以那一个月 然后只要加上一点点的花 那整个屋子里面就 非常的有清凉意了 好那我刚刚把这一支胶叶剪下来 因为它有一点点重叠 那我试试看 在它再到下段的感觉 看整个 整个感觉好不好 会不会有一点点太大叶了一点点 那用这个叶子本身是一种很自然的一个意境 那如果说我们没有用它的这个叶子 用其他的叶子呢 比如说我加叶兰呢 它也蛮有味道的 但是就是会有一点就是不同素材的感觉 好 比如说我在这边也加一个叶兰 我们试试看整个感觉上比较 哪一个气质感觉上是比较好的 我试一下下 我们试一下下看看 因为有时候插花是可以很多元性的去学习 也多元性的去尝试 那在尝试的过程中呢 我们就会找到新的一个灵感 或创作的一个新的一个方法跟元素 好那我试试看 如果加上这个胶叶之外呢 因为呢有时候绿色的植物呢 它在一个空间呢 费有很大的一个安定的力量 现在我们会发觉各式各样的展示会 或者很多的活动 那很多人都会特别的商请这些花艺家 花艺老师们 去做一些空间的设计或布置 那这个都是因为植物本身 会带给人家一种非常放松 而且很舒服的一个感觉 那我藉由除了一个芭蕉之外 又加上一个蓝叶 好那今天呢 这个主花呢 我要用一支比较特殊的花 好那各位阿菩萨可以看到 我手中有一支这个花 那这个我们 这个是从澳洲或者从南非 这一代进口的花 那这个花呢 我们一般在市场里面称它为 我们知道南非的国花是帝王花 那这个我们称它为帝后 帝后 好然后因为配合这个芭蕉呢 我就加一个这样大支的一支帝后 但是我的这个阿兹萨里面已经有一点点的 洞已经有一点点小了 而且各位阿菩萨可以看到 如果我这一支帝后放进去的话呢 它会 就是只脚会是散开的 而且只脚插不进去 所以我必须要把它折肢 所以我在这边 我先看整个花枝的花龙 然后我知道要这个方向 然后我让它往下 让它往下 好那我在这边先剪一点点的 大概我要折的地方的这个位置 然后我再加上铁丝 因为一个网花呢 也是在学插花 一个桶花呢 也是在学插花的过程中 非常重要的一个学习 因为你怎么样在一个这样子精致的 然后非常小巧的一支桶中呢 那插上很美的花 插上很美的花 那除了插上这些花之外呢 它其实中间是有很多 要很细微的用心 细微的用心 还有你要很好的一个技巧 才能够把这样的一个桶呢 把它插起来 因为我们刚刚有看到 我们刚刚介绍的那个萨 那个萨呢 它必须是很细致的 然后所有的花材 都必须插在那个阿字里面 我再加一支 好我现在把它折肢了 那为什么要把它折肢呢 就是我们在插桶花的时候 那只脚最好能够是集中的 集中的 那集中的只脚呢 插起来这个桶看起来 才会感觉有力量 好那我把它除了 除了那个之外 我把它上一下 上一下TAP 就是各位阿普萨现在可以看到 我把它上了铁丝了 好上了铁丝了 好然后呢 我再把它上一下这个TAP 那我这个TAP本身呢 它会有一个韧度跟拉力 所以你在放这个 你的这个 你在待会儿在折肢的时候呢 它可以帮助你 帮助你就是让这个质材 比较不容易断 那除了不容易断之外 它还有一点吸水的这个功能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它 再慢慢的把它缠起来 好那各位阿普萨可以看到 就是我把铁丝加上去之后再缠起来 好那我轻轻的把它靠着 然后把它折一下下 好就是要非常的 这个新手合一 新手合一 所以 好要那个你知道那个 那个力道用到哪里 才是不会伤到它的 而且能够把它的角度折出来 就是能够把它花龙的美折出来 好那我现在把它折了一个这样的角度 因为我必须把这一枝花枝呢 整个放到这个亭口里面去 好这个这个萨里面去 好我再把它放一下 好然后我还要把它折下来 折下来折到我腰的一个角度 好那我现在把它放了一下下 就会感受到这个 这一支整个这个质干 它的这个力道的一个感觉 好那我在后段帮它做一个 小小的一个拉力的一个定枝 因为最主要是这一朵花 本身实在是太重了 因为它的头很重 所以有时候在固定的时候 会稍微的不是太好 所以我利用后面的一个利沙 帮它把它做一个小小的 帮忙的一个定枝 帮它做一个定枝 那我发觉这一片叶子 会有一点点干扰到竹花 所以我把它再侧一点点 好我看一下这个花形的这个结构 好那我再把后段 用这个时间呢 把后段做一点点的修饰 好那后段呢 我加上一点点的这个杜鹃 杜鹃花 把杜鹃的枝叶 做一点点的修饰 就是把刚刚后段 觉得比较不美的地方 然后应用这个杜鹃 做一个小小的一个修饰 好除了杜鹃以外 我再加一点点薄 好那我手上的这些薄 因为它太散了 而且都是下段的 所以我把它我可以把它这样子 整挫的绑在一起集中 绑在一起集中 这也是我们把很多鱼材 就是有时候我们剩下来 不是太好的花材呢 把它集中起来一起用 这也是必须要学习的 因为我们平常在 像我自己在上课的时候 分花给我的学生呢 我都希望他们尽量的不要浪费 那有些花材本身条件 已经是不是太好了 可是它可以透过你的 这个会心巧手 就是你的用心 跟你的草的那个过程 就是把这些 好像要丢掉 丢到垃圾桶里面的这些花材 再重新的把它组合起来 然后变成可以运用 可以运用 那我用这些来做它的下段的 这个鸡盘的这个部分 然后有修饰一下 我刚刚所折枝的地方 所折枝的地方 然后我再加一片叶子 做它的鸡盘 那各位阿布萨可以看到 我现在用的这个是水晶火煮叶 然后来衬托我的煮花 因为这个鸡盘呢 这个煮花如果有 有一个鸡盘把它衬托起来 就会觉得特别的 有精神 有精神的感觉 有一些雪花的学生呢 他们的那个敏锐度跟灵性很高 他有时候才第一次第二次上课 然后我就跟他们示范这个 鸡盘的一个运用 他就跟我说 老师鸡盘最主要是不是 让这个花看起来很有精神 所以这个鸡盘它很重要的一个功能 就是借由它 然后把这个煮花拖起来 然后就会觉得这盆花呢 这个煮花的一个重要性 还有就是它整个花朵的那种 深意盎然的感觉 那我在后段呢 因为我们一个桶呢 前面称为前宫 后面称为后宫 那我在这个桶的这个 后宫的部分呢 我也加一些枝 那前宫呢 代表一种向阳的感觉 那后宫呢 就是属于比较属阴的这个部分 所以我虽然说不要插很多的花 但是让后宫有一点点 向后伸微微向后 有一些些制裁 不要说只有前宫 插得很重 那我在侧边的地方呢 那我再用一点点的薄 把它做一个小小的空间的一个修饰 那我们会发觉整个呢 它都必须要都插在那个阿智莎 就是我刚刚给大家示范的那个阿智莎的那个 那个整个空间里面 那我在最后的地方呢 我再给它做一个横格萨 把它卡住 各位阿拉布萨可以看一下 我把它这样子剪一下 然后有一个这样的横格萨 让它有一点点弹性 然后把它整个 整个只脚的口把它收起来 好 好 各位阿拉布萨可以这样子 透过后段看到 我把它的直脚这样把它卡住 把它卡住 因为前段已经是几乎都被 都被全部塞满了 那 就用这一个花形 来做一个这样子比较大型的 然后 比较简约的 下格桶的一个插花 好 那 除了这一个 这个地后之外 好 我刚刚介绍了 然后就没有把这个花给说出来 就是南非的国花是地王花 那这个是 比地王花小一点的 我们称为地后 那这个花呢 它虽然看起来比较 不是很有气质的感觉 因为它很大朵 但是它有一个很大的优点 就是它很特殊 而且它很耐 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插 重要的场合的时候 我们也会加上这个地后 然后今天因为插一个这么大的八角 然后我觉得配一支地后呢 也是挺 就是挺特别的 所以我加一个地后 那增加整个作品的色彩度上呢 我再加一点点的这个紫色的 紫色的松丛草 松丛草 所以各位 我现在可以从后段也看到 那我们常常讲说 其实一件作品呢 远观其次 静观其次 就是你远看 觉得这一项作品很有气势 而且做得很好 但是要接近的话 要看它的整个 它的工法 它的手工 还有它的精致度 不要让人家感觉 整件作品的那个 工法不够精致 或者看起来乱糟糟的 那这样都不是 一个学花的人 他所应该表现出来的 那我在这个侧面呢 加一两朵这个小朵的 这个松丛草 最主要也增加一点点 整个作品的趣味 然后也增加一点点色彩 因为这一朵花本身 太大朵了 所以我们可能要有一点 中朵小朵的花 去搭配它 那我刚刚用了 深山樱了 那除了深山樱之外 我再加一点点 这个松丛草 好 OK 好 那我们 把这个桶花给擦好了 好 因为 这个竹筒本身呢 它的高度都是比较高的 然后我们今天建有 这样很具有文人气质的 一个竹筒 然后来插作一个蛮简约的 但是也很有气势的 一件的作品 好 那接下来的第二件作品呢 各位阿阿菩萨可以看到的 我这边有一个非常精美的一个花器 这个花器是一个六角蓝 六角蓝 然后它的编织工法都非常的精湛 那这个花器呢 它里面有放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竹筒 然后在这个竹筒里面呢 我也一样做了一个阿滋的萨 阿滋的萨 那因为防止它这个萨会很容易掉落 尤其是对于很多初成员的学生来讲 然后还有一个一点 不要有这个丽萨 这个我们称为阿滋萨 那这个站立的这个我们称为 称为丽萨 那这个丽萨最主要是帮助把它卡住 那有些时候有些人非常反对做这个丽萨 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个丽萨非常的重要 因为如果说你为了要卡住这个阿滋萨 然后你很用力一直在卡它 有时候就会把这个竹筒给奔破了 然后这个立萨有个优点 它可以让你稳住这个阿滋萨 那你就不会很用力的一直在卡这个萨 因为这样子的话 竹筒本身它很容易被卡被奔破 那如果说没有那个立萨的帮忙的话呢 那它非常难固定 那有时候我们在做的过程中呢 就会把那一个就是那个阿滋萨呢 就给用它就把它卡住了 那还有一个一点呢 就是说我们在擦的时候呢 这个立萨也可以帮忙我们做一些固定 尤其对于如果你本身不是说 寻花很很久的人 如果是你是一个非常资深的老师 那是当然没有话说 但是对于有些 像我自己在教学中 有些人他还不是这么的资深 而且他技巧也不能还没有达到那么高 那这个立萨对他来讲就有一个帮助的功能 就是他可以 就是可以帮忙也做一个他十字的一个固定 那当然固定的方法 对于很多的老师来讲 他有很多方法 他可以用筒 就是在平底的上 那但是呢 我自己个人是觉得这个立萨的固定很好 就是我可以帮忙我固定我的十字 当然我也可以用横格上 但是我觉得对于初学的人来讲 他有能够让他觉得插花不是一个这么难的 然后为了弄这个花呢 就弄了他好多的时间 或者最后他就放弃了 那我觉得这个立萨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的一个过程 那除了这个 我插了一次这个商路 商路呢 那我再加另外一支的商路 那这个商路呢 我让他很自然的顺势来插座 然后也在这个栏中去感受到一种齐趣 因为我们会发觉现在慢慢有夏要进入秋天了 那虽然这个时候呢 好像感觉上天气蛮热的 所以有句话他说呢 万物此骁龙 那人何奈怨炎热 那那个虚之 就是一时这首诗是告诉我们 就是说呢 人在埋怨天气很热的过程中呢 其实万物在这个太阳的照耀之下呢 都在成熟中 所以我们会发觉呢 在这个商路的这个果实中呢 去感受到这个季节的一个变化 那我把这个商路插上去之后呢 再加一支的这个针殿 那我觉得 台湾的那个花卉农业 非常的好 很多这些专家们都很用心的去 为我们这些爱花的人呢 找出很多很好的花财 不管是来自全世界 澳洲啦 纽西兰啦 甚至是荷兰啦 或者是非洲啦 日本啦 甚至是世界各国的国家 他都会为我们找出很多的花财 那尤其是在台湾天气很热的时候 那这些很美丽的花财呢 来自全世界 然后让我们可以做很多 生活上的一种享受跟品味 那我现在也是要把所有的花财 都插在这个阿滋里面 所以它是需要有一点点慢工的 慢工的 然后要一点点精致的 然后 比较细致的一个插花的一个过程 我把这个整点 因为我希望它的整个高度 不要超过那个体量的高度 体量的高度 好那我在后段呢 加一点点小花 加一点小花 好那希望这个作品呢 它是 不是太简约的 就是 有时候我们会插作一些特别有禅境 简约的作品 但是有时候呢 我们也会插作一些很标准的 而且具有 比较特殊情境的一些花艺的作品 好那我在后段呢 再加一片叶子 让它前段后段 都有一个 都有一个这个 都有一个叶子 可以做它的前后的这个 鸡盘的感觉 那同样的 我也是帮它做一个横格的立萨 横格萨 各位阿卜萨 可以看到 我插完一件作品之后 我还是再给它加一个横格萨 把它卡过去 好 让整个只脚它是收起来的 那这个横 它本身是很很很精致的 那但是呢 你可以插很简单的一种插画的方式 那我今天采用的方式是稍微 让它丰富一点点的一个 画一点的创作 好 那 待会儿呢 我们把这两个桶跟蓝结合 可以单独放 也可以分开放的 一个 花艺的一个展现 那 怨慈香花 片满十方 供养三宝 护华龙天 虎勋众生 共入佛制 阿弥陀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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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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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金帆结缘品